佛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心向善 这个世界就善 没有一样不善 心向不善 这个世界就善 麻烦就灾难来了 从心向神 那善的标准 是与自信相应 自信就是天道 就是大自然 就是大自然的规律 如果跟大自然的规律相应 这就是 大自然生生不息 没有私信 那所以 圣贤的心 完全随身大自然 所有宗教里面的 这些创始人 他们起心动力 也能够顺应 从大自然 这是好的 像中国古人所提出来的 武能 是顺乎自然的 武常 是顺乎自然的 霸德 是顺乎自然的 好啊 中国老祖宗 我们相信 一万多年前 就知道了 就顺从了 世世代代教的我们 我们不顺从自然 违逆自然 也不过是最近二百年 这算是跟西洋人学的 那西洋人 物质文明发达 就破坏自然定律 啊 他们要人定身天 人 胜不了天的 到最后麻烦 还是要自己成熟啊 啊 顺乎自然 是最美好的 违背自然 就会有灾难 啊 现在违背自然的事情 太多了 啊 给地球带来的灾难 不少 啊 甚至于气候的变化 都是科学 技术啊 造成的 啊 违背自然 那么人体也属死 人体啊 那顺应自然 啊 我们怎么顺应 对身体没有念头 对整个身体没有任何念头 像婴儿一样 啊 婴儿对她身体没有念头 啊 所以她身体健康 为什么老人身体不健康 老人对自己身体念头 时时刻刻关系 壮年的时候没在意 啊 老年的时候退休了 天天就想着身体 怎么这不痛啊 那儿不舒服啊 啊 你想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 就出毛病了 那最健康的想法是什么 什么都不想 那 什么都想可不容易做到 啊 阿弥陀佛教育的方法太好了 专想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别想 啊 这就顺乎自然了 啊 像婴儿一样 啊 婴儿从来没想到 我这那个奇观那儿毛病 他没想过 啊 所以他不会有问题 很有道理啊 不是没有道理啊 啊 中国人讲老小老小啊 老人要向小孩学习 去健康成熟了 啊 佛教里面 菩萨修行有 这个 婴儿心 有这么一个法门 啊 观察婴儿 学婴儿 那个样子 啊 用现在话就是 完全随顺自然 啊 没有自己 齐心动念去造作 啊 这就是最健康 这个道理 被今天量子力学家 证明了 啊 那就是证明佛讲的 一切法 从心相生 啊 所以心相要善 啊 纯净纯善 好 不要有妄想 不要有杂念 啊 身体就会健康 妄想多了 杂念多了 什么毛病 都出事了 啊 这个道理要懂 是真理 不是假的